空旷比着大马路突然一辆双载机车高速驶来 接着越骑越偏最后撞上分隔岛 后座女子撞上前方灯杆 骑士也连人带车甩飞 救护车感动时两人已经失去意识 伤势相当严重 救护人员不断是做CPR 但骑士跟女乘客已经没了反应 送医抢救后双伤不治 而肇事的机车还留在现场 车头撞烂 鞋子安全帽也还在现场 分隔岛上长长的刮地痕迹 可见撞击力道之大 事件发生在台南 21岁的谢信骑士 20岁的林姓女子 两个人是国中同学 也是男女朋友关系 驻台南江军区 在8号凌晨5点多 由男生骑车载的女友 疑似要返家途中 行进台南的西港中山路时 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 导致情侣党抛肥重衰 伤重不治 而家属接到2号 赶到现场悲痛晚分 只是车祸当下路上没有其他人车 道路也相当笔直 是什么原因撞上 是否有酒驾还是疲劳驾驶 还有待检察官跟法医进一步 相验后厘清 而小情侣回家途中 遇死结成了最悲伤的母亲节 让妈妈如何能接受 TVS新闻顾首昌台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